福特级航空母舰是美国历史上多位最大的战斗军舰,也是美国目前为止技术最为领先,综合能力最强,成本最高的军舰。 该舰的第一艘捷拉尔德福特号在2017年正式在美海军中服役,目前已经进行了相当一部分的实战部署前准备,将在今年进行实战部署。 目前,福特级的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目前已经进入武器整合阶段,全新的雷达系统和武器装备以及主体的钢结构部分,目前已经全面进行整合。 从整体上来说,肯尼迪号航空母舰的建造进度已经超过50%,而本舰虽为福特级二号舰,但在建造工艺和建造的方式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 成本已经大幅度降低。 福特级航空母舰是目前人类建造的最大的航空母舰,也是人类历史上造价最高的一艘航空母舰。 该舰从尺寸上就非常吓人。 其舰长337米,型宽41米,飞行甲板宽度77米。 吃水深超过12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1万2000吨,接近于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的两倍。 福特级航空母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艘使用全数字计算机设计的航空母舰。 相比设计图总重达80吨的CVN65企业号,这艘军舰的全部图纸,均由计算机图形绘画可以完成。 在整体结构上,福特级与成熟的尼米兹级非常相似,仅在尺寸和新技术等方面有所改进。 福特级采用的与尼米兹级相同的单舰导,四盘设计,三侧弦身降机,斜角甲板设计。 在具体外形上,福特级的舰导后置,位于舰体的右后侧。 同时由于采用了核动力,机舰导体积非常小,集成化非常高。 福特级的动力系统采用了两台北第四核子动力实验室生产的AEB和反应队。 供电能力为了20万千瓦,同时装备用IPS整合电力系统,能够大幅度减少舰船上的电力耸耗和管道复杂程度。 福特级并没有采用全电推进系统,而是采用成熟的大型蒸汽动力系统。 最大输出功率为28万马力,动力输出为四轴螺旋角,可以让这个庞然之物以30节的航速高速航行。 该舰大幅度的减少了人员需求量,极高作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航母的自知能力。 该舰作战效率非常高,四台电磁盘射器,可以保证日常150架次的巡航飞行,极限调度状态可以提供超过340架次的起飞打击回收任务。 可以说,在出勤效率这一点,福特号航空母舰可以藐视所有航空母舰。 其庞大的机库也可容纳其15架个型战机。 按照美国的战斗编制相关计算,其在战斗状态下的攻击效率是迷你自己的一点哟。 呗,这艘庞然巨物的防御能力也是非常卓越的。 虽然在建防系统上福特级,采用的依旧是祖传的量台密集阵核文111及人162。 但是通过美国一体化舰船和大区快舱式分段,建造的特殊造船方式。 该舰的抗船能力相比迷你自己高30%以上。 即使命中两枚中国的弹道版舰导弹也能保证在所管得当的情况下不会沉默。 在朱姆沃尔特的教训之后,美国人在舰舰上也开始了大步变小步的策略。 福特级在建造过程中,经历了相当多的技术革新和改静,但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技术问题。 不得不说,美帝依旧掌握着核心科技啊。 利润AL,尊重内容,从尊重作者开始,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